美国糖尿病协会估计 年龄在20岁以上的美国人中 有四分之一患有前驱糖尿病 研究人员对年龄在35至56岁之间的 5477名参与者 进行了8至10年的前驱糖尿病检查 他们记录了他们吃了多少粗粮和清制粮的食物日记 全穀物涉入量越高 患前驱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34% 这是事实 但是有希望 吃全穀物降低患前驱糖尿病的风险有关 患糖尿病之前血糖是先升高的 你可以将精制小物产品改换成更多的 燕麦、粗米、全麦、泡菊 和进食其他整存的穀物来降低风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